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全场得到17分 下半场就收获10分 在阵31分钟1秒10次三分球出手三次破网 命中率只有30% 仍然协助勇士队以113比92取胜主队 勇士队于3月27日走访佛罗里达州奥兰多魔术队 这是勇士队第17次在佛罗里达州 连续两夜参加两场比赛 分别对抗热火队和魔术队 勇士队曾经5次在这样背靠背试 逼佛州赛程连续击败对手 热火队自从2023年12月28日以来 已经有一次出赛取胜勇士队 历年来和勇士队交手71次战绩为34胜37败 这是柯瑞自从2009年10月28日在大联盟亮相以来 差点又一次扮演关键时刻射手 也就是在比赛终结之前5秒钟之内投出制胜球 勇士队在今年度的例行赛季 已经演出41次关键时刻制胜 来自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老鹰队 是全联盟表现最抢眼的关键时刻团队 共有42次如此作为 勇士队于2005年6月年球技 曾经创写过单一球技50次关键时刻获胜的记录 彭广阳2024年3月27日